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古民当家 我是STORIES 我是李欧 A川湖今天怎么没有大涨呢 他被大摩按赞 然后 然后呢 灰达今天晚上要 就是公布他的财报 那就是法人其实有 就是说三个就是 预测 你怎么看 好的 所以我想 大家对于这个灰达的期待 是非常深的 讲到灰达 你就觉得 好像所有的相关类股 一定都要赏一样 可是实际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5月23号 这个辉达公布 他的季报 甚至于接下来的展望 各位投资朋友 你的眼光要放远 要放在哪里 2025年 而不是现在 来我们看一下这画面 好 6月份就只是一个中季战 财报不管好与不好 法人的预期 还有市场 大家期待都是好的 大家都会调高目标价 但是因为大家给他的期待 是高的 所以开出来 可能会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那市场就会有一些落差 股价就会震荡 当然现在你看起来 辉达是在历史高的边缘 大家期待很深 可是就我的看法 我认为辉达目前处于 新旧世代产品交替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现在大家宋所期待的 大家在等待的是GB200 后面的换机槽 对 我要买新的 现在的H100 我可能拉获利到就不会那么强 所以我现在的财报的表现 可能不如市场所想象的这么的亮眼 所以接下来就变成说大家要怎么样去看 2025年这个产品到底能够带来多大贡献 这一块是大家接下来要注意的 好 所以我想眼光放的 明年的事情 明年的这个财报展望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明年再说 我是我眼光看到 是 2025年 好 6月只是中继战而已 好 那当然市场上期待很深嘛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纳斯达克 就已经率先过历史高 表现非常亮眼 是 那辉达 我刚才提过嘛 新旧世代产品交替 对 他现在距离前坡的高点974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靠近的 是 昨天收盘是953 其实要过一根他就过了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人的预期 好 来帮我放大这个画面 其实在各家的演调机构 各家法人啊 他所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给他 这个1000块以上的一个目标 包含像这个1100块 1030 那还有我们看到其他 最高的有到1230块 好 那当然大家所看待的 就是说AI产品 它的领导地位持续嘛 对 那有些是认为说 要专注在这个新旧产品的状况 是 好 那有些是认为说 GB200将推升AI的营收 还有获利到新的高度 是 来给我小画面 所以 给他1230块这个券商 他在乎的是 GB200 未来的产生的获利跟贡献 是 所以他就看得远嘛 所以纵使短线有些震荡 因为新旧产品的交替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想短线 台湾的这个股票市场 因为卡在6月初 是台北国际电脑展 对 而且包含像超伟 然后这个辉达 还有Intel的三大巨头 执行长都会来台湾 所以全世界的目光焦点 一定都在台湾 最热的时间点 就像去年的5月份 到7月份这段时间 市场是不是也非常热 没错 就是因为台北国际电脑展 带出来的一波热炒 那现在就有点类似 像去年的这种样子 是 那你再仔细回想 在上礼拜5月13号 5月14号 这个航运市场一窝蜂嘛 成交比重高达三成 是 电子掉到四成 是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 航运短期是过热 对 那等到5月中下旬之后 520之后 资金会回到哪里 电子 股嘛 你看今天 是 电子股已经来到71% 很高 航运剩多少 2% 不到3% 是 对 2.99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接下来资金 在妈妈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 对 已经回来了 那 一下子来到七成 是 那你要担心的是 什么叫过热 过热 对 电子的成交比重 如果来到八成以上 嗯 就是过热的迹象 所以这个你要持续的去关注 是 每天要去追踪 好 那之前电子来到四成 就是大师写嘛 对 电子来到四成 你不买电子 去追航运干嘛呢 对 对 大盘 现在涨315点 是 会奇怪吗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不会 成交量 4398亿 是 指数 在21000点附近震荡 嗯 好 520前 大家都会担心 520之后 会崩盘 对 还记得当时 在520之前 很多人都害怕 是 担心 不敢买股票 没错 结果 甚至还有人去放空 嗯 结果你看 今天已经来到 21551点了 嗯 放空的不就完蛋了 对啊 对不对 嗯 好 所以你看到520就职的 演说上面 虽然他讲的态度 那个赖总统讲的态度 是有点强硬的 对 但是他讲的也都是事实嘛 顶多是短线震荡一下 嗯 可是你看指数 还是续创波段的清高 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 嗯 股价反映的是什么 基本面嘛 对 所以你要看的是产业 而不是看短期的政治因素 好 所以你看台积电 是 他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对 865 创新高 是 好 那今天的强势股 嗯 非常的多 对 集中在电子身上 是 AIPC 机器人 嗯 光红讯 嗯 AIPC有什么 有这个宏基 是 人宝 是 华硕 是 这是典型的AIPC嘛 嗯嗯 机器人 炒很久了 对 也涨非常多了 嗯 索罗门 是 索罗门王的宝藏 哇 这宝藏好大 而且越来越大 对 对 中光电 也是机器人的题材 蒙利 自动化设备 也是机器人的题材 嗯 好 那这个光通讯 不然像什么 上全 是 花星光 是 未来AI伺服器 从这个长线角度来看 Switch 好 里面也会使用到 这些光通讯的 相关概念股 所以你看到 这些股票 动辄涨停 要么是逼近涨停 都非常非常的强势 嗯 好 比如像宏基 是 横盘整理这么长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一根 带大量涨停 是 所以如果你不是在 前面横盘整理 去布局 嗯 你看到今天涨 这样追 那你就追高了嘛 对 好 那包含像 人宝也是一样嘛 前面很会洗 对 洗一洗之后 今天突破第一根 嗯 好 那不然像华硕 是 创波段新高 是 也是非常非常强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新闻出来 他告诉你微软 他要吹最强的AIPC 对 所以微软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作为系统 都是用Microsoft 是 所以 微软里面 之前一直跟他提到 Win11之后 全部会内建什么 Copilot 对 对 所以你在电脑上 你想要什么 这个事情 请你这个电脑助理 帮你做 嗯 对不对 就下一个指定给Copilot 他帮你寻找出相对应的答案 是 让你的工作会更有效率 嗯 好 那机器人 这个回答黄仁轻 在上次这个GTC大会上 他就不经意的点到 所罗门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 就所罗门就长年长年长年长的一直喷码 嗯 那最近大概是五月份就横盘整理 四月底五月初横盘整理 对 整理完之后 现在 诶 黄仁轻又要来到台湾了 是 大家就开始有想象 嗯 是不是这时候 这一次又来到这个索隆门 然后对 就到他的摊位上 跟他讲一下 诶 提一下说这个 就是好伙伴嘛 又去参观一下 所以股价又预先反应 又分断了 是是 所以我想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他会有一个预期心理 哦 但是你可以追吗 不可以 你要买就买在前面 对 而不是看到股票涨才去追 是 像中光店也是横盘整理间突破一根嘛 对 好 那广运呢 是 其实广运我们讲很多次了嘛 我们从二月十五号 当时一月份的营收 月减三十% 年减四十九% 是 当天开盘重挫跌六% 嗯 我们经常买进 对 青春开放盘那一天 开盘跌六% 市价就经常买进了 是 收盘涨6% 一来一回你看差12% 快13% 对 4月17号 4月19号 当时 这个以色列跟伊朗 嗯 爆发这个冲突 对 非但互设打一打去 对 台子期货 单日重挫超过 一千多点 嗯 史上的排名前期大的跌幅 是 大家是不是很害怕 有 我怎么说的 我说 这个就是今年最佳的一次买点 因为战争是非经济因素 短期利空 又是区域性的小恐慌 小冲突 嗯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握这个买点 也是在波段 当时的这个波段低点 是 好 所以你看 现在的这个位置 从我们当初 2月15号 58.5到60 然后4月17号 这个79块80块 4月19号 84块85块 今天 109.5 创高 创高 而且是量滚量 之前最高是108.5 嗯 今天已经来到109.5了 是 成交量连续三天 都是7万张 8万张 对 表现都相当不错 嗯 那当然昨天股票涨停板 涨停板锁住 有些隔日冲 那今天隔日冲 也都化解了嘛 是 好 那这是昨天 对 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放空的人 真的觉得蛮勇敢的 昨天掌停板锁住 你知道吗 是 昨天这个借券卖出的余额 高达两万零六百三十七张 哇 昨天融券哦 是 放空的还高达一千八百零九张 哇 所以融券的余额 已经高达四千九百八十五张 是 逼近五千张 对 市场上传闻 有人用六%要去借 哇 真的是 疯了 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胆识啊 是 那我想放空要付出的代价蛮大的 而且你要仔细看这些借券卖出哦 上面黄色 左边这张图黄色那条线 它是从多少 从七十几块 八十块以下 一路一路这样空上来 对 借券放空要回补啊 你知道吗 今天是五月二十二号嘛 对不对 五月二十二号 CB跟现真已经确定申报生效了 之前很多人讲说 这公司是不是会去压股价 对不对 或者说要卖老股换新股 对不对 这多余的嘛 有些人看到说这个融券的空单 借券空单这么多 问一个问题最简单的 放空或是借券被嘎这么多 从七十七十八八十 嘎到九十一百 维持率不够不用补钱吗 对 对 所以这么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那都是谣言嘛 是 好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张图 来帮我放大这画面 当时是三月二号 我跟大家分享 我说广运是水冷散热专家 我是公开分享 这篇文章 是 也写的非常的长 是 我说乾隆在冤 藤壁九天嘛 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GH200 它的架构长什么样子 然后跟大家分享 水对气水对水 这个运作的一个模式 来给我小画面 包含像 来帮我放下这个画面好 包含像这个五月的一号 当时我们不是要送这个广运 这个CDU冷却主机 这个分配 这个独家报告吗 是 五月一号 当时跟他讲说 我保证百分九十九的 都没看过这种报告 我说明天开盘进场all in 五月二号 我说报告你看完 你拿到 对 这个想法 就是all in嘛 对 母亲节的礼物 五月三号嘛 我说大家对CDU 对这个GB200 虽然架构是有些误解 嗯 结果呢 来给我小画面 我们是 无私的跟大家分享 是 母亲节到现在 你看当时有拿到 这份报告的 当时股价都还有84块 85块 随便买轻松买嘛 对 今天已经来到109.5了 是 创波段新高 我们还是抱着啊 嗯嗯 所以做股票不用这样杀进杀出 太累了 太辛苦了 嗯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都会有种迷思啊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 这个今天强势股很多 一下子有AIPC 一下有机器人 一下有什么 各式各样的题材很多 对 但如果我看到这股票强势 我就要追 嗯 就好像是看到这个路边的正妹 看到一个人就喜欢一个 是 喜欢不玩嘛 对对 那你想哦 如果强势股很多 见涨追涨 嗯 你看哦 一般的这个投股老师啊 一档股票 如果说你组个会员 假设说你买10档好了 是 氏族会员就有40档 对 那很多人当然会诟病说 那为什么都只讲这个涨的股票 嗯 对不对 那你40档股票 每天总是会乱设非票 总是会有重的吧 或者强的吧 对啊 弱了就停损 然后再把 再找其他强势股来补 那随时随地整个库存 全部都是强势嘛 嗯 但是对于投资人而言 这是你想要的吗 你有办法 买10支股票吗 不可能 好啦 我想就算不要10支好了 就算只有5档股票好了 是 对不对 5档股票 你有办法说这样一直每天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一直追一直追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对 对啊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这个在实际上操作的时候 像我们整个加入成员 嗯 我们总共以做5档股票 是 VIP高阶的这个高资产会员 跟一般会员 他每一个人都只有4档股票 是 所以我们的操作是非常集中化的 嗯 所以哪怕我们看到这个短线上有些强势的股票 是 我们也不会去追啊 对啊 因为我们是以客户的资金来做衡量 嗯 资金不会随便换来换去 而且有的客户他一下可能像500张1000张 然后可能说我今天一砍掉 我说我今天一砍掉 股票不就跌停了吗 对啊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大波段的操作 是 所以这才是我们投资人想要做的 好那接下来 是 夏季 六七八 对 把握夏季抢先赚 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新的专案 没错 让投资朋友好好把握接下来这行情 六月份只是中季而已 嗯 接下来到下半年 甚至于到明年 嗯 行情还非常的远 是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个参考咯 我们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拿到这份报告的话 一定要填写影片下发表 大家或者拨打电话 既然0277251500哦 另外还要记得加入老师的个人频道 股民当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